今天來到的槍擊案現場 就在新北石新店 而後方這個位置 就是他開槍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鐵門上 真的是觸目驚心 大大小小的彈痕 有的是直接射船 有的沒有射船 而這樣子算下來 光是射進去的這樣的彈痕 就已經累積至少是15個彈孔了 那其實這個槍響是這樣周遭的 鄰居都感到非常的驚恐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我們正在處理自己的事情 然後就突然聽到槍擊的聲音 然後抬頭看才發現有一個 就是不知道是一個路人 然後就站在門口 對著我們隔壁的那個店面 店家 然後進行射擊的動作這樣 大概那個射擊的時間 大概是為甚麼 差不多有快要一分鐘 這起槍擊案是發生在今天早上 大約是10點08分 其實附近鄰居聽到這樣的相想 是非常的害怕 是趕緊躲起來 因為就怕這名鞋犯男的槍 朝著這個住宅射擊 有可能會波及到他們 那麼根據初步瞭解 這個受害的這個位置 疑似是一個招待所 但是周遭店家對於他們的人員 進進出出其實都不太清楚 他們到底是在做什麼的 不過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知道其實周遭 在他的三十公尺外 其實就是一個幼兒園 甚至在他的對面 也是社會局的這個少年福利中心 甚至有一間幼兒的梅雨補習班 其實在一大早光天化日之下 發生像這樣子的槍擊案件 也讓周遭的居民非常的害怕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其實 在發生槍擊案之後 涉案的二十六歲的高級男子 他是帶著他的槍械 是主動到這個派所投案 只是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 來對這個地方來開槍 警方初步在現場勘察 是發現說他有可能是連開十七槍 目前是有找到相關的彈殼 其實這個槍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他跟這個地方的人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糾紛 他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 做這樣的事情 那麼後續也是警方 要在持續釐清的 同時要追查這個人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怎麼會有這些槍線 這些也都是將警方後續 還要釐清的重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